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6月15号,星期六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很快做一下周末解媒股 那么今天我们做一期道士宁的专机 今天关键的一集是 看透道士宁的学会应用一二三或者是二臂法则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图 这个就是当时的所谓道士宁的创办人查理师 那么这个的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由于实际的关系我们就不讲这个简介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道士宁的实际上是描述性的比较多 所以看起来还是比较乏味的 它主要有三部分 一个是市场行为 这都包括市场操纵,平均价格消融一切 那么价格只是互相确认 然后是第二个是三种运动 是主要的运动 那么次期反应运动 日间波动 实际上是长期中期短期 那么趋势的确定 一个是确定趋势 另外一个是现态窄腹区间盘整 这一头实际上这些文字看起来 因为是翻译过的比较扰文决志 我们主要就给大家讲话 就是说这里面倒是你的一些精髓 我们先看第一点 那么倒是你的最伟大之处 在一起宝贵的哲学思想 那么倒是所有市场继续研究的鼻祖 包括我最近讲了非常多的波浪里 实际上也是从这里面来的 就是说这个波浪里 跟那个倒是里 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看一下它主要有三个假设 那么第一个 主要的趋势 不受人为操纵 那么第二点 市场指数反映了所有的信息 第三点 需要客观的判断 另外就是说有三大功力 第一个就是说 市场行为包容一切 那么第二点 市场行为按趋势运行 第三 历史会重演 那么这个重演 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有三种走势 主要的趋势 第一个 这个时候可长达数年 或者是空头 或者是多图 那么第二个 修正走势 数周或者数月 那么第三个 短期波动 也就是数天 或者数周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三个阶段 一个是贪婪 或者是恐惧的情绪 那么第二个是 反映实际的 基本变情况 这个一般如果是 跟波浪里头连起来 这个第二点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 如果是多头的 这个 波浪里人中的 这个阶段 一般都是反映在第三阶段 关于这个波浪里人 我在4月15号 专门讲过 大家可以去回忆看 波浪里人的基础 实际上就是道士理人 那么第三点 恐惧 或者是贪婪的情绪 最后一点 要了解道士理人 我们先要看一看 道士理人中 关于反转的这个概念 是如何定义的 那么首先是从 一二三法则 开始入手 那么一二三法则 是道士理人的 一个基础 那么这个就是 趋势理人 或者是道士理人的 一二三二B法则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二三法则 这是个基本的形态 也就是说 这是个趋势线 那么它来到一个高点以后 它有一波回调 那么这个回调 某一天它突破了 它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我们称为第一点 那么它创造了一个 前期的一个低点 那么它有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又回到了 这个趋势线那边 但是这个反弹 这个高点 这个第二点 是没有过前面这个高点的 然后又来了一波回调 那么这一波回调的第三点 它实际上破了前面这个低点 这个时候这个趋势就反转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基本的形态 但是这里头 这个一二三 这个迅速是可以变的 所以我们又有一个拓展形态 也就是说 它可能来到高点以后 那么它开始回调 回调的这个点 它实际上是没有过 你比如说没有破这个趋势线 创造这个前面的低点 然后开始反弹 那么这个第二点 它实际上是没有过前面这个高点 这个时候 它回调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它形成低一点 所以这个迅速实际上不是很关键 关键问题 要记住这几个点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 这个第三点 就是跌破了前面的低点 所以这个迅速就是二三一 还有其他的一些组合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是比较标准的 就是说 你像这个地方就是另外一种形态 它前高来了以后 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创造了一个前低 那么第二点 它这个就没有破这个趋势线 就正好来到趋势线的附近 这个情况也非常非常多 然后又被打回来 这个时候第三点破了前面这个低点 这也属于一而三的法则 那么另外一个所谓2B法则 就是break out 这个时候就是说有点不一样 你比如说到这个地方 它跌破这个以后 跌破这个趋势线 然后开始反弹 它这一波反弹实际上这个高点 它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这个二是没有过前面高点的 这个地方过 但是很快就被打回来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不超过两到三天 很快被打回来 然后又过了前面这个 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 这个是我们称为2B法则 这是上升阶段 那么下降的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这个是下降 趋势的反卷 也是一而三法则 也就是说当下降趋势形成的时候 它每一次呢 这个下降趋势附近都被打回来 下降趋势线 然后某一天它突破了这个趋势线 然后它又开始回调 那么这个回调的位置 它正好来到这个趋势线的附近 但是没有跌破 或者只是跌破了一两天 你比如说 然后继续往上反弹 这个时候反弹的第三点 就过了前期的这个高点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是有效突破这个高点的话 那么这个下降趋势就发生反卷了 那这个2B的这个下降 确实反卷也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说 它这一波下跌 这个第二点 它破了前面这个低点 它跌破了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二点 它没有破前面这个低点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 类似于 跟这个地方是很类似的 我们等会儿通过实力给大家说了 你要不通过例子 你专门这么讲 实际上是很 比较比较比较枯燥的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 这个表格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是多头市场 这个是空头市场 我们一般说 倒是你呢 这个这个多头市场 我就不讲了 因为已经过了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一下空头市场 空头市场一般的 就是说 来讲 大众对股票下跌 仍然不信任 并再买入 既持有不放 这个就是很多人在开始阶段 我们等会儿要讲的 以道琼士为例给大家讲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 这次买入以后持有不放 这些从指数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非常具有迷惑性 一般来说 在空头市场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经济因素 仍然是非常好 那么公司的业绩 频频创纪录 但所谓的极优 已经停止不前 或者是下跌 那么比较精明者 已经开始隐退 也就开始卖股票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这一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很多 比较有名的公司的CEO 就已经开始 卖他们公司的股票了 你比如说Elon Musk 还有其他很多公司的高管 都开始卖自己公司的股票 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 大家以后碰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注意 那么第二阶段 就是说经济开始不景气 股价开始抛售 也可以反弹 那么精明者 这个时候家时候 开始卖股票 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股票 不管是多头市场 还是空头市场 它不会说 一直往上走 或者一直往下跌 中间都会有反弹 但是你一定要 首先判了这个趋势 才能确定你是持有 还是只是做一个波段 这个非常关键 那么第三阶段 不景气已经表面化 那么坏消息频传 精明者开始进货 这个时候长线投资者 也开始加入这个抛售 那么就是说 那些极优的股票 跌势 加速 那么投资人 因绝望而离开股市 所以我这里面就不 这里面我就不说目前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目前这个股市 目前这个空头市场 到底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还是第三阶段 那么如果说听众感兴趣的 观众感兴趣的 你可以在这个YouTube的评论区 写下你自己的意见 你个人认为就是说 目前我们这个股市 在第二阶段 或者是第三阶段 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通过几个 比较 一个是指数 这个是道中师指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礼宝 说盘实际上的2.66% 这个道中师 我以前 最近呢 现在讲的也多 我用的是波浪里论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波浪里 跟这个道士里 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你要是说这个起源的话 这个波浪里 应该是 从道士里来的 关于这个波浪里论 我已经说过 4月15号 我专门有一期视频 讲这个波浪里论 基本的知识介绍 而且我前面一段时间 最近一两个月 都在用波浪里论 更新这个大盘 最好的办法 实际上是把波浪里论 跟这个道士里论 结合起来 尤其现在是 C浪的环境 就是说 这个 目前这个大盘 实际上在C浪的环境 那么我们 大家注意一根线 这根线就是 2020年3月份 C浪里之前 这个高点 这个线 这个线非常奇妙 也就是这个 牛跟熊的分界线 这两个线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29513点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道士 牛跟熊的分界线 就在这个 2020年3月份 C浪里之前 这个高点的附近 所以我们这里 有两个趋势线 一个就是这个 长期的这个趋势线 这个就是从 过了这个高点 2020年3月份 这个运行之前 这个高点又形成了 这个趋势 还有一个是 短期的 短期的一个趋势通道 我们先看一下 长期的这个趋势线 按照我们刚才 那个图形 大家看一下 左边那个图 我们说的就是说 在前面已经 给大家讲过的 就是说 那么这个趋势线 它第一次跌破 实际上是 这一天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2021年 11月30号 星期二次跌破了 这个趋势线 长期的趋势线 那么跌破趋势线 我们看一下 一共有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第五天 就站回这个趋势线 而且它中间 也来回 第二次又突破过 它是在2021年 12月20号的时候 但是只跌破了一天 然后又站上 这个趋势线 而且这一次 这个反弹 它过了前期的这个高点 所以我们说 这个地方 是2B法则 不是一二三的那个法则 大家注意 那么来到这个高点以后 就开始回错了 下跌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按照波浪理论 就是说 这应该是A浪中间了 那么下跌以后 大家看一下 它又破了这个趋势线 它是在2020年1月16号的时候 又破了这个趋势线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之所以说 这个大盘非常具有迷惑性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 我们放大体看得清楚 这个是前期的这个低点 它这几根K棒 1,2,3,4,5,6根K棒 你要从缩盘架来看 都没有破前面的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具有迷惑性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盘实际上 这个趋势还没有改变 所以这一块进场的人 应该是非常非常多 从机器室线面上看 认为这个趋势 就是说还是一个多头的趋势 因为它没有破前面这个低点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它来了这个地方以后 这个上面这个高点都没有过 它实际上是要重新测试 这个趋势线 没有过 这个地方实际上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紧性了 你就应该是至少要减仓 是离场了 那么另外更具有 更具有这个迷惑性的 它这一波下跌以后 它是在 2022年的2月22号 星期二的时候 这个时间也非常巧 全部是二 这一波就跌破了前面这个地点了 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确认 这个趋势已经开始逆卷了 但是它这个盘实际迷惑性 就是这个地方 它跌破以后 而且是有效跌破 大家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天八天九天 到这个地方曾经在2022年3月3号的时候 重新测试这个前地又没有过 所以又被打过来 但是比较迷惑的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又突破了这个前面这个低点 实际上应该是在2022年3月16号的时候 又突破了这个前面的地点往上走 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具有迷惑性 所以做群质继续分析 如果说你不太知道这个道士理论 或者说不太了解这个大的趋势 或者是波浪理论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也进场 所以这个道士就是说反应区有两个地方表面 一个是在这一块 但没有破前低的时候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很多人经常被套出 还有一个位置就叫这个地方 就是说它又突破这个前低的时候 往上走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这个趋势是不要改变了 所以这个地方进场也会被套出 你要是知道这个波浪理论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应该离场 或者在最迟的这个地方就应该离场 我当时在那个disco的群里头 应该是在这一块 应该是在这一块左右 提示就是说 现在已经开始要准备进行C浪了 你应该是减仓或者是清仓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 而且根据迷惑性大家看一下 在这一天 在2020年4月12号星期二的时候 它又重新测试前面这个地点 居然没有破 又往上走了 所以这个地方进场的人 就有欺骗性 就是很多人也应该在这个地方也有进场了 也应该是被套了 那么真正最后这个历史 这个趋势力卷应该是这一天 在2020年今年4月22号星期五的时候 这个是跌破了 然后就除了这一天很短暂的 5月4号站上了这根线之外 因为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加的一根线 然后就开始 这个趋势就开始力卷了 所以这个道琼是真的这个趋势开始力卷 连道士里面来看 应该是5月5号星期四时候开始力卷 但是这个道琼是比其他几个指数 我最近才讲的比较多了 它还没有跌破这个刘文雄的分线线 29513年 也就是目前道琼是还没有近于雄市 大家注意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里头这个下降确实线有两根 一根就是从这个2B的这个法则的最高点 也就是道琼是最高点开始连的这两点 这个位置目前来看 展示还可能不会到这 我们又画了一个短期的趋势线 大家看一下这一根线 所以如果说你要确定 这个道琼是不是止跌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 大家看右边这个图 就是说下跌这个趋势的力卷 那么我们可以假定一下 现在回谈到了 这个阳帮非常大 你把我收盘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他继续反弹 我们假定按照这个波浪点的实际上 还没有跌完大家注意 如果说我们假定道琼是这一波反弹以后 他过这个下降确实线 你比如说我已经给大家画好了 这是第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下这个图对应的 就是说我前面给大家讲的这个图 然后来了这个位置反弹了 然后又开始回调 重新测试这个下降确实线不破 来到第二个位置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然后开始反弹 他过前面这个高点 我给大家画一个线 这个实际上是第三点 这就是一二三法则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 就证明这个道士 根据道士理论 就是这个道琼是已经开始 从空头又转成这个多头了 这个是个基本的思路 我们这个讲起来还是有点费劲 大家可以 我们再讲一个个股 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是美国旅业 也是个前不久又原材料 涨幅非常大 它这个趋势线的时间非常长 它基本上每一次都没有破 它第一次破 这个就是前高了我们说 那么它第一次破 实际上在这一天 在2020年5月9号 也就是上一个月的时候 跌破形成了前期的这个低点 从这个高点过来 那么它反弹又回到 这个趋势线上面 这个高点 实际上是没有过 这个前面的这个高点 还向它非常远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 属于一二三法则 这个是第一点 这个高点属于第二点 没有过前期的高点 那么第三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没给大家画 应该在这个地方 它跌破了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 所以这个一二三法则就确定了 目前也就是说 这个美国纽约的这个趋势 按照道士理论已经力卷了 已经从多头变成空头了 就是说 所以你做这个股票的时候 你要抢也是一个反弹 那么除非这个原材料 还有点不一样 因为到时候这种地缘政治 这个生息各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但有可能就是说 重新站回这个前提 力远这个走势 也有可能 但是大家看我们前面 分析那个道琼师子就知道了 有非常具有迷惑性 就是说 最大最好的最确定的方法 大家是重新站回这个趋势线 站往上走 这个是比较可靠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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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